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简化生活,实现财务自由,五大财务极简主义原则 大家是否曾经思考过,我们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正确呢? 许多人陷入了相似的生活陷阱 高额的大学贷款,为了购房而努力,不断的追求高薪水的工作 他们追求的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汽车,和昂贵的时尚品牌 但是如果我们大胆的做出了与主流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选择,会发生什么呢? 在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财务极简主义的原则 这些原则有望帮助你改善生活,让生活更加的轻松 努力的将理想转化为现实 回想一下,当你第一次考虑猪黄的时候,是否会感受到害怕和无助 你可能不知道如何进行基本的维修的工作 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回避需要去做的事情 现在,但在生活中的重大决策面前,我们必须要鼓励自己 告诉自己虽然这是新的领域,新的尝试 但我们需要接受它并从中学习,这才是真正取得的进步 有些人可能会花很长时间做准备,不断的分析利弊 但却迟迟的不敢行动 他们可能一直在计划创业或者是投资 却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 类似的,作家可能只是在心里构思小说 而不敢的手动力,无论是你做什么 无论你是有多犹豫,都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并坚持下去 第二个是坚持做自己的主人 只要不去杀害他人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与周围大多数人不同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财务极简主义者来说 你可能会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你可能不经常外出吃饭 可能会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 或者是卖掉多余的车辆 只保留一辆新车或者是对你有特殊意义的旧车 这种行为对他人来说可能是不正常的 但你不需要让人都理解你和赞同你 你要知道,你是在为自己为你的家庭 为了你的未来做出最明智的决定 这而不是试图去讨好所有人 毕竟你不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对吧 第三个是建立财富,而不仅仅是计算收入 钱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钱确实是非常重要 而且增加收入并不总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陷入了这样的思维陷阱 认为只要有更多的钱就能实现一切 我们会想,如果我有更多的钱 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或者是一旦我升职加薪了 我就会更快乐 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只顾着不断追求的更多 适当的自我反思和审视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目标 大多数人专注于增加他的收入 这对于财务极点主义来说也很重要 然而我们有一种不同的方法 那就是兼你财富,让我们为你定义一下财富 如果你每个月赚5000美元 每个月支出也是5000美元 但你的账户上还有5000美元 那么你就有一个月的财富 这意味着你即使停止了工作不太赚钱 你也能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但如果你的多种投资和收入来源 情况就不同了 假设你每个月只需要3000美元来维持生活 但不同的投资 每月分别为你支付了3000美元 这样即使你的银行账户里没有钱 你也会感受到非常富有 因为所有的支出都可以由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支付 所以与其试图积累大量的现金储备 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担忧 我们更倾向于建立多元化的收入来源 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务自由 第四个是有压力其实是一点好事 我讨厌压力 这是最初让我陷入极简主义的原因之一 然而极简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好处 当你投入一段时间后 财务压力将会减少甚至消失 但实际上压力并非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迫使我们成长 尽管压力也分为不同的类型 例如避免别人的恶意批评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我们避免了所有的批评 那就不是好事了 接受建设性的批评 是促使我们真正成长并改进的有效的方式 就像去健身房锻炼肌肉一样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时需要紧迫感和压力 来推动我们走出舒适区 以便在生活中取得进步 第五个 积极地寻找幸福的本质 寻找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 但幸福的本质是什么呢 很多人错误地将幸福与物质财富 和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 他们认为只有拥有更多的钱 和更高的地位才能够获得幸福 然而极简主义告诉我们 幸福并不取决于一些外部的因素 而是源于内心的瓶颈和满足感 在物质主义社会中 我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 只有通过购买更多的东西 和追求更多的财富 才能够找到满足感 但这种方式只会让我们 沉溺在无休止的欲望之中 永远无法真正的满足 财富极简主义鼓励我们停下来 整是自己的内心需要和价值观 通过减少物质负担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幸福可以在简单的事物中找到 如与家人和朋友共度时光 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以及提供帮助和支持他人 当我们将注意力从物质事物 转向精神满足的时候 幸福将自然而然的到来 在财务极简主义的指导下 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平衡和充实的生活 这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放弃一切 或者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 而是鼓励我们审视自己的选择 并确保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相一致 当我们减少负担 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避免陷入物质主义的陷阱 学会了压力中成长 保持适度和平衡 不断的学习 以及明白幸福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将迈向更富有的意义的生活 极简主义并不是一处而就的过程 它需要时间和努力 当你开始感受到生活变得更加的简单和充实的时候 你会明白这是值得的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